成殿,内宫三头六臂之白散盖佛 十一,雅木的光楼,内宫一构头身 锦玄人头项链,脚踏赤身妇女之神像 十二,无圣殿 十三,菩萨殿,内宫成像,虎,师之三大日相 十四,喜殿,宫弥尔等九佛 十五,扎阿殿,宫皇教祖师,为喇嘛诵经处 十六,参那特殿,内有肉面佛母三项 其面如虎,雄,师 以上诸见与佛像,充满奇异色彩 为我国各宗派寺院中之少有着 每年喇嘛化妆举行驱鬼舞蹈 颇具蒙藏俗特色,俗称永恒达鬼 蒙藏佛教下策,妙周,知那文化史记解说卷十二 满蒙喇嘛教美术解说,意见美容,众也伴四郎 FD Lessing and Annography Date of the Lombard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n Lombardist Mythology and Cult, Stockholm, 1942, p. 5697 至旧灵火,大智度问卷十六所在佛教书说 习有野火烧灵,灵中有一日情深自立,飞入水中,自其羽毛,用以灭火 火大水少,往来疲乏,不以为苦 识天地事来问言,二五一七九上,如作何等,答曰,我救此灵,敏众生故 此灵因欲处清凉快乐,我诸种类及诸宗亲并诸众生皆依养此,我有生力,云何懈怠而不就知 天地问言,如乃经情当至己时,至言,以死为其,天地言,如心虽耳,谁证之者,即自立是,我心至臣,性不虚者,火即当灭,是时,净居天之菩萨红是,即为灭火 金绿一香卷四十八,是四六铁卷二十三,P五千六百九十八 电光石火,又称石火电光 欲事情之急速 必言录第二十六则诵,大四八一六七上,电光石火存积便,看笑人来屡虎须,P五千六百九十八 电光昭露,比喻人生无常之用语 新帝观经卷一大三,二九六上,犹如梦幻与泡影,亦如昭露及电光,盖,诸法无常,人生无常,乃佛教基本教义之一,佛典论及无常时,除直接权势无常之意,异常举世电光,昭露,梦幻,泡影 等刹那间及有生灭变化者,以遇险无常之性质 P五千六百九十八 雷必喜饶,宋代西藏义经师 身于马士家族 受阿里小王之命与人青桑波,宝贤,等同王家施弥罗,卡施弥尔,学法,回藏后从事易经,被称为洛琼,小义师 亦有量士论诵,法称字式,释迦会书等 并据图讲授,其所义者史称旧英明 P五千六百九十八 雷英寺,位于台湾宜兰市北门 为佛光山之宜兰分院 乃兰阳地区著名之百年古沙,始建于前清道光年间 民国四十一年,一千九百五十二,居士李觉和,林长青等以雷英寺为共修场所 多方礼聘佛门大德道元长老及李炳南,孙张青阳等居士前往说法 四十二年正月,当时执教于新竹,台湾佛教讲习会 知心云大师应请来寺助悉,旋即丑组,宜兰念佛会 积极展开弘法度众之工作,其后另行新建宜兰念佛会讲堂 四十四年三月讲堂落成之后 组组织佛教歌泳队,弘法队等,青年教友大增,岁有广播弘法 学校奖金,监狱部教等多方面展开弘法工作,并接伴蓝阳仁爱之家 本四于五十五年重建,六十六年五月竣工,四官一新 七十四年,一名法师继新品法师之后出任住持 四中厨设有图书馆,慈爱幼稚园外,附建幼教大楼,拥有现代化之幼教设备 并定期开办各种弘法进修活动,即每年举办蓝阳地区之大型佛学讲座 家会的方性重匪浅 P5699 雷次宗,三百八十六,四百四十八,南北朝流宋玉章南昌人 自重轮 少入庐山,师事会远大师,从之学三礼,毛师,并修靖也 其后,立管于东陵寺之东,为东陵十八贤之一 常乐隐退,赌至好学 原家十五年,四百三十八,宋文帝赵至京师,另开馆于基隆山,具图百人教授 二十五年,帝赋强臻至京师,为助招引馆于中山西沿下 四宗步入宫门,每自华陵园东门入延贤堂为太子诸王讲经 四年无极而促于中山,四寿六十三 佛祖统计卷二十六,诵书卷九十三,南史卷七十五,批五千六百九十九 雷锋塔,位于浙江航县西湖 乃西湖圣景之一 塔系五代吴越国王妃皇室为藏寺佛陀罗纪法,而于宋太祖开宝八年,九百七十五,所建之砖塔,故又称皇妃塔 吴越望前替层造八万四千金卷,藏于塔中 塔之形状,在我国名塔中独具一去,为八方形,每方皆为十八步,非言化绝,金碧庄严 原民间塔基下县,仅于五层,共有八门,塔基以红石砌尘,上位红砖黄瓦,中柱位菱形,孤标独立,每当夕阳西下,塔影波光,相应尘去 民国十四年,一千九百二十五,突然他毁,发现塔砖中藏有宝妾印经,为五代时所刻,字体精细,多为民家所珍视 P五千六百九十九 静松,五百三十七,六百一十四,隋代森 卓俊固安,河北,人,俗姓张 十五岁出家,从叶都知荣至学涅槃经,识的经论,又修学四分律,杂阿皮谈心论,陈识论等 曾受北齐狼牙王之皈依 即至北周五帝灭佛,必居至江南,于讲说之余,又旧法泰学社大臣论 开皇年中,五百八十一,六百,著彭尘重圣寺,圣洪赦大臣论 这有赦大臣论书六卷,杂阿皮谈心论书五卷,即关于九十,三藏,三巨界,二生死等之论著多种 世纪于大业十年,世寿七十八,旭高森传卷时,批五千七百 静脉,唐代森 又做静脉 子童,四川子童,人 智操高节,深河经论,气性审厚,不妄交节 征官年中,六百二十七,六百四十九,玄奘自印度归来 奉斥魏太穆太后于经中造洪福寺,并展开翻译工作 赴照十一位安恋大小臣经论而为是所尊上者,任正义大德之职,师及居其一 乃居慈恩寺,宇浦光寺七玄,宏福寺明训,惠昌寺便基,中南山丰德寺道宣等人共同执笔罪文,亦出本十经七卷 又宇神访于玉华宫,慈恩寺任笔寿 后不知所终 这有古经义经图纪四卷,凡古经经墓,义人名位,单义重翻,以伟等处均分调西里全是之 令这有班若新经书一卷,佛的经论书六卷,十轮经书八卷等 宋高僧传卷四,开元世教路卷八,批五千七百 预言,本义指神界特定人之口宣说神义 与,乌,同义,相当于梵语佛 在佛教,为因应人心之趋向,与教化,弘法之方便,而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种种预言 其一般性,社会性,预言可分为,一,预言佛灭后佛法之变迁者,有佛灵涅盘济法筑经,佛说当来变经,佛说法灭静经等 二,预言弥勒下身者,有弥勒下身经,菩萨处胎经等 三,有观佛自身之预言者,有班尼环经卷下,大班涅盘经,四童子三昧经等 四,预言与其有密切关系之社会事变者,有礼王经等 此外,有观人格,个人,之预言,其预言特定之个人死后来世之善恶报应者,称为授记 长阿含卷五蛇尼沙经,顺正理论卷四十四,诚实论卷仪十二部经评,参阅,授记,四千五百八十七,批五千七百 欲留相,欲留果为四沙门果中之出果,乃欲入无漏圣道之果位,此一果位细修道位之出位 欲留相,犯语味,srapati,pratipanaka,又作逆流相,以及去向欲留果之音位,此位乃只出发的无漏圣智之见到位圣者 中阿含卷三十福田经,顺正理论卷六十五,参阅,四相四果,一千六百八十三,批五千七百零一 欲留果,犯语srapana,因亦须陀还,苏路多阿半那,心亦欲留,旧亦入流,又亦作逆流 小臣申门四果之第一,十八有学之一 亦指欲入无漏圣道之果位 申门臣之人断三戒之见或以,方达为逆申死铺流之位,称为逆流果 盖欲留之,流,即指圣道之流 断三戒之见或以,方欲参于圣之流,称为欲留果 此为生门臣出之圣果,故称为出果 趋向此果者,在断见或之见到十五心间,称为逆流相,又欲留 欲留相,即欲留果之因位 欲留相未见到位,欲留果未修到位 悬应应一卷二十三,欲留 欲留,犯言苏路多阿伯,此言欲留 据社问卷二十三,大二九,一二三上,欲留者,诸无漏道总名为留,由此为因,取涅盘故 陈石卷一分别圣贤品,大臣一张卷十七本,大臣法院一张卷五本,参阅,四项四果,一千六百八十三,批五千七百零一 欲修,又做欲修 欲于死后往生净土,去入菩提之道,故生前欲修善根功德 或在灵通之际,欲先行佛事,以免堕在三图八难中受诸苦恼,亦称欲修 此戏根据冠经卷一 一,地藏本院经卷下等而来者 又为欲修而请僧公斋,称为欲修斋,欲修斋 P五千七百零一 欲修十王申七经,全卷 唐代藏传所述 全称阎罗王寿祭四众逆修生七往生净土 略称十王申,十王申七经,欲修十王申 收于大阵藏第九十二册图像 内容述说阎罗王之寿祭成佛及十王七该欲修之功德等 出述佛灵盘时,寿言罗天子证佛之计,及天子诸于明图之因缘 自说此经之寿持及欲修十王七斋之功德 又续秦广王乃至五道转伦王等十王简孝王人生前之罪福 终劝说修斋功德 又文中竹断记载七言四句三十三行之记赞 关于本经之起源,诸说不一,有谓系,的藏石王经,知同本意义,有谓孔系藏川之传述,而以本经谓为经者 唐末以后,本经在我国广位流传,后周易楚之事是六铁卷十六,及宋代宗建之事门正统卷四等,皆曾引载本经 此外,本经义流传于韩国与日本 参阅,德藏菩萨发新因缘十王经,2321,P5701 欲修十王经,请参阅欲修十王身七经 完十点头,东进僧竹道僧之故事 相传道僧长于虎丘山巨石位图,蒋涅盘经,禅述,禅提成佛,知说,时群时皆位点头 故后世友,生公说法,顽时点头,知语,经人美用以比喻感化力之身者 佛祖统计卷二十六,P5702 顿大,指华严经 顿,顿教,大,大臣教 以华严宗之观点而言,华严经乃佛于成道之初,对于顿入之菩萨所说之大臣教,故称顿大 P5702 顿中顿,一位顿教中之顿教 天台宗于所立画法四教中,叹美原教之语 指观辅行传红诀卷一之五,大四六,一七七上,别教妙诀事件中顿,中略,原教初后事顿中顿 依日本净土宗称赞自宗之词 日本净土家位,罪恶凡夫可成佛之本愿力,出离三界之常业,往生净土,执政无身,故称顿中顿 于突超卷上,净土宗要卷二,P5702 顿成诸行,变成诸行,之对称 华严家位,依元荣门修行之菩萨,若断一或,即断一切或,若修一行,即具足一切行,顿成满道横 P5702 顿悟入道药门论,凡二卷 唐代大诸会海传 收于万续藏第一依林册 原为一卷,现存本则有上,下二卷 下卷又称诸方门人参问语录,或称诸宗所问语录 卷为有四名妙之拔 妙于明洪五二年,1369 偶独顿误入道药门论,颇有生物,不忍私藏 遂降之语景德传灯录卷六之大珠章 卷二十八之大珠广语 即连灯会药中之出祖菩提达摩大师安心法门等合并堪行 而以后三者作卷下之内容 本书所影经典有 伦家经,维摩经,仪教经,仁严经,佛明经,泛网经,金刚经,涅槃经,金光明经,华严经,法华经等 甚至唐代出现之佛说法句经及禅门经,大通方广等为经,以及六祖谈经,神会语录,仁家诗资,宝灵传等禅录,或孟子及僧照之语,均被引用 故有此书及可窥知出其禅宗教学之背景 祖堂及卷十四,禅门念诵及卷八,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四,顿悟药门,阎波文库,P5702 顿悟成佛说,主张,悟实及法性治理一体,一悟一切悟,而无阶及次第之分 知学说思想 东进僧道僧,355 434 这,顿悟成佛意,首唱词顿悟成佛说,引起佛教界长期之激烈论真 会观作,建物论,谈无成作,明建论,等,禅论建物之意 而驳斥顿悟说,然令有僧照,知顿,等提倡小顿悟意 道僧之弟子道游,道忧,宝灵,法宝等,继续产阳其师之论 刘宋文帝在位期间,424,453,曾言请道游入公宣讲顿悟之意 又会观之弟子法院,一提倡顿悟说 谢灵运赞同道僧之说,作,变宗论,为华人与疑人之资质有益 佛陀等主张须长期之修行,我国圣人则主张一举得益与真理一体 至唐代,慧能系之禅僧侧重顿悟,神秀系之禅僧则偏重见悟 盖依法华经书卷一,二帝一卷下所在,道僧虽说顿悟,然亦不费顿悟前之见悟修行 而慧能之弟子中,对道僧之说令有批驳 此外,华严宗四祖成官,738,839,称阳道僧之说,其教学亦颇受道僧之影响 据学者推论,道僧顿悟说之思想背景,有其独特知识相关,或因其欲与儒家思想相吊合,或因受道僧思想之汛染 至于禅宗之顿悟说,与道僧之顿悟说,两者间之关联,契经尚无定论,若从一般之研究倾向而言,我国学者通常强调两者之相关性,日本学者则往往注重两者之差异性 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卷十五,照论书卷上,会答,三论有意义,P5703 顿悟真宗论,请参阅大臣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 顿悟见悟,快速植入究极之觉悟,称为顿悟,依顺序渐进之觉悟,称为见悟 我国五世纪请,以涅槃经为主,产生顿悟成佛,见悟成佛说之论真 其后,道僧之,顿悟成佛说,由于四十卷涅槃经之一出而获得确认 我国禅宗,依使用教义之差异,遂产生不同之宗风,及南方之慧能系,称南顿,与北方之神秀系,称北见 在法乡宗,菩萨不定性者,须经身闻,原觉之过程,使能回心入菩萨道者,称为见悟菩萨,又称回心菩萨,菩萨定性者,不须经此过程 成而能即刻进入菩萨接位者,称为顿悟菩萨,又称直往菩萨,顿大菩萨 成为时论卷九,华严经探旋记卷一,成为时论数记卷一末,卷九末,P5703 顿教,亦以说法之内容而分,长时间修行而后到达物境之教法,称为见教,训即正的佛果,成就菩提之教法,称为顿教 或循序见经到正果之教法,称为见教,以悦顿至佛果之教法,称为顿教 参悦,顿见二教,5704 二以说法之行事而言,对根气未熟之众生,由浅入生,初说小臣,见次说大臣之法,称为见教,对顿悟之机,自始直说生法之教,称为顿教 三华言宗于五教之第四,立顿教之名,卫教,礼,行,果等四法皆为顿教之旨 参悦,五教十宗,1146,四唐代善导大师判官经所说之教法为顿教 又天台宗以四教之第四为原顿教,即指法华经所说之教法 参悦,五十八教,1132,五日僧元空认为大台宗,真言宗虽言顿教,然以断除烦恼使能正理,故人属见教,准此,主张不必断烦恼,即能由凡夫顿超弥界的无量寿经之教,方位纯粹之顿教,亦乃顿中之顿 P5703 顿教一臣,指净土法门 系唐代善导大师所判 以其宿集成佛,故称顿教,又以一切众生息的臣此圣,故称一臣 观经书卷一归三宝纪,大三七,二四六上,我依菩萨藏,顿教一圣海,说纪归三宝,P5704 顿见二教,不依次第,快速到达觉悟之教法,称为顿教,依顺序渐进,经长时间修行而觉悟者,称为建教 若以教法行事观之,开始即讲说深奥之内容,称为顿教,而自浅显内容次第讲说进入深奥内容者,则称为建教 上述为一般教判之标准,即以受教之根基而论,或由佛陀说法之方法与内容区别之 又南北朝诸诗之顿见二教判中,以天台之顿,见,秘密,不定等四教,即华言五教判之第四最为著名 此外,我国禅宗南北二系于政务过程之指去护议,南方会能系主张肃及植入究极之物,是称,南顿,北方神秀系则强调依须渐进之物,是称,北剑,此即禅宗之顿见二教 P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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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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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